早前众网友恶搞男明星 一张张明星脸竟然出现在日本AV影线中 更以图作证 有图有真相 周杰伦 毕福剑等纷纷躺枪中剑 尽管是恶搞只为博得广大众口味小伙伴们一笑 但也的确达到了娱乐的效果 让大家更欣赏毕老爷的同时 也普及了知识 认识了日本AV男星山行剑 近日毕老爷又遭壮脸 央视名嘴韩乔生在微博上称 央视星光大道节目组接到网友发来的一张照片 而遭遇毕老爷撞脸的毕福剑 看到照片后也连声惊呼道 太像了 太像了 因为我们是一家人 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永远才能相亲 有心才会珍惜 何必让漫天乌云遮出眼睛 因为我们是一家人 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有福就该同享 有难必然同当 用相知相守 换地久天长 东星娱乐整理报道